他不表態持贏保態 这样子的一个棉花拳的系列 是好招 但是很显然的 这个招数你一直不变 已经被人家看破 手脚掉下来了 所以如果再继续 只是一句好好做事 这样的一句话 然后面对所有的问题 都识问虚答 其实观众已经会不耐了 我很想跟他的幕僚分享 你知道现在这个 我们这个在社群网路上面 你如果三秒钟 没有抓住人家的眼球 你那一则讯息可能就滑掉不看 你这个好好做事情 好好做事情 已经讲了不止三个月 甚至是快要半年 这样的状况 大家会还有兴趣吗 我觉得这是侯友宜 真的是让人家觉得 他最大的问题 其实不是是态度而已 甚至是能力 也开始被大家质疑了嘛 因为过去我们在说 你用这样合合做事情 可以完成市政的部分 可是如果要选国家领导人 总统的时候 大家会希望你在态度上 在价值观的问题上面 在国防外交两岸的问题上面 你是需要表态的 那你一直一直都是保持的这样子 模拟两可的状况下 其实大家会对你的能力是非常有怀疑 难怪他的民调是一直往下掉 那可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还是会觉得看到影片 真的我觉得虽然我平常对朱立伦 朱主席有很多的态度政策是不满的 可是每次只要看到他跟侯市长的新闻的时候 我还是会觉得说 真的是很危险的 刚刚看到这个站在台子上那么远的地方 然后要对着侯友宜侯市长喊说 这个是我们最好的市长 然后还要喊出那句 也是国民党最强的母鸡 我真的在想说这朱立伦的心情 我不知道是 他在讲这句话的心情不知道是什么 会不会觉得说 真的是热脸贴人家冷屁股 人家都已经不来 我请他来数次要合体同台都不可能 现在还要我自己来到这个场合 然后明明 还隔着这么远 就是要怎么讲呢 你都已经知道 今天就是要来演一出相见欢的场合 也不肯把它演好演满 两个人一起站在一起 好好的讲一些话 你包我 我包你花花轿子人台人 大家让这个国民党的气势起来 这样也不肯 要一个这样致辞完 另外一个再致辞的过程当中 也是朱立伦讲侯友宜好话 侯友宜有讲朱立伦什么好话吗 其实都没有 我觉得这个心情上面来讲的话 朱立伦朱主席应该是个中冷暖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